资伯周村的李女士 在林子里边啊 捡到了一只特殊的鸟 为什么说它特殊呢 就这个鸟它从来没见过 大眼睛又黑又亮 鹰狗嘴还带着黄毛 它呀 不吃面食 只吃肉 好 家里人都说啊 这不会是捡了一只鹰回来吧 那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又该如何处理 李女士给我们生活帮 打来了求助热线 我们能帮帮小鸾呢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李女士家 我们来去看一看 这只不一样的鸟 有事您说话 热心生活帮 我是帮帮小鸾 眼前的这只可爱的幼鸟呀 就是资伯周村市民李女士 在一周之前捡到的 只见它圆圆的脑袋 大大的眼睛 身上呢 还有白鹤相间的羽毛 甚是可爱 不过呀 它的小爪子看上去带着钩 跟普通的鸟又有些不同 在原地里去干活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它了 当时看到它的时候 还以为是一个大大的蘑菇呢 后来一想不对啊 在铁板上面怎么会有蘑菇呢 然后我就又仔细看了一下 看到还有眼睛 有嘴巴 然后我就把它 看到一尸一只小鸟 我就把它收到家里来了 咱们已经养了它 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都是怎么喂它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时候是早上嘛 我还买的早点 给它一点油条的鲜 它不吃 小米糊它也不吃 吃什么呢 喂点肉试试吧 切了一点猪肉给它吃 它大口小口地吞着 从那以后就开始喂它肉了 吃肉这个鸟 嗯 对 我一查就吃就没 八粮肉 精多八粮 当时我一看觉得 这个鸟应该不是咱们普通的鸟 应该 我就想它是不是属于是保护动物 是不是咱们国家 比较稀有的一种鸟 如果是珍稀鸟类的话 我们对它的照顾可能不够 所以说希望求助咱们记者 找专家来鉴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个保护动物 这到底是什么鸟呢 是否像李先生一家人所说的 是稀有物种呢 我们现在呢就联系鸟类专家 薛林老师 我们现场联系问一下 你好 薛老师 我们现在啊 就在这个小鸟的旁边呢 麻烦您给我们看一下 这个鸟是什么鸟行吗 我们这个经过这个 仔细的比对吧 主要的特种比对下 基本上确定的是 赤兔鹰的右鸟 它是一种猛禽 就是说在史维尔 最高端的一种鸟类 在世界上分布范围 比如说欧洲 亚洲大陆都有 就是说我们国内分布也很广泛 但是作为猛禽 是国家所有的猛禽 都是国家二级保护的猛禽上 所以说这个 要特别注意加强它的保护 因为它是生态链里边 比较顶级的劣势者 就是说我们就 平时还是难以建造这种 没想到个头小 来头可不小 不鉴定不知道 一鉴定吓一跳 没想到李女士 真的捡回了一只鹰 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这玩意儿就别在家里养着了 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和保护呢 来 咱们接着看 专家通过初步判断 这是赤富鹰的幼鸟 为了它以后能够更好的生存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把它放归自然 林女士 咱们当时捡它的地方 您还记得吗 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捡到它的时候 我还到处找了一下 那个有没有附近的鸟窝 但是唯一的一个鸟窝 是在那个隔得近的 是在那个先号塔上面 很远 对 为了更好的帮助幼鸟回家 我们现在呢 决定拨打一下 当地林业部门的电话 咨询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们这里有救助站 你看看那个鸟是否受伤 还是达到放飞的条件了 我先联系一下那个救助站 尽量地给您回复 行 好的 行 谢谢您 在帮办的协调下 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来到了现场 毕竹您好 咱们之前的时候 有见到过这样的鸟吗 之前咱们没见过这种鸟 那这是什么鸟啊 这应该是赤富鹰 赤富鹰 在我们当地 这是透色鸟 也是从这测版反应的 我们的滑金 有点好的呀 那咱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下一步我们已经把 救助站工作人员捉了 他们把他逮回那个动物院 逮回救助中心 我看那个吃饭 可能有些少 这就是抓紧的 死亡人员对他进行救治 现在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呢 已经接上了鸟 咱们是打算接回救助站是吗 是的 我们17年建立了那个猪村区野生动物园救助中心 我们发现这个鸟呢 那个翅膀受伤了 我们拿回去 就是把它救治好了之后 如果能达到放飞的条件 我们就予以放飞 如果不能放飞的话 我们就只要给专业的饲养人员饲养 好的 谢谢救助站 还有咱们林业部门做的工作和努力 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林女士一家人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谢谢你们 爱护动物人人有责 好的 有声您说话 热心生活帮 如果您身边也有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00 5900 帮办小鸾 马上帮您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这两年 咱们报道在城市里边碰到野生小动物的事 已经不算少了 之前有个小鸟在窗台就安家的 捉木鸟经常光顾的 现在猛禽食物链顶端的赤腹鹰 都把窝安在城市周边了 可见咱们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少不了像林女士一家人一样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关爱 如果各位遇到类似的情况 在您拿不准的情况之下 可以先联系当地的有关部门 也可以拨打咱们生活帮的热线电话 给阿索打电话 9600 5900 保护生态环境 人人有责